闲境中他能否局处逢生 爱的力量能否拯救一颗扭曲的心灵 火法栏目剧五级悬疑密剧 邂逅大结局正在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你的后妈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对 是她 就是她 看普法故事 前面的故事里边呢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一个心理学系的女大学生云杰 被一个连环杀人的犯罪嫌疑人陈家政绑架 被绑架之后 云杰冷静的和陈家政进行周旋 而且以给对方做心理辅导 做治疗为契机拖延时间 并且伺机逃跑 但这个陈家政啊 虽然精神有些扭曲 但是他可不笨 他很聪明 几次都被他发现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讲到了警方的办案人员 在这个城市里边 在侦破这个 几起女大学生的被杀的案件 包括云杰失踪案 他们一并案之后 发现可能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个人 那现在警方找到了很多很多的线索 已经刻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 那么最终能不能找到陈家政 并且及时的成功的救出云杰呢 我们不做什么 我们不做什么 都不做什么 所以我们不做什么 我们不做什么 我们不做什么 不要工作 真的很不做 我们不做什么 那么不做 三人 收勿吧 回来了 好看的 怎么穿成这样 我不是说过吗 我不会跑的 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 于是特地找到了一件她的衣服 怎么样 好看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们都是孤单的人 所以 我哪也不会去的 还好 我买了红酒 我哪也不会去的 你们谁认识这个人呢 谁认识这个人 干嘛呢 这不让他贴小伙子 赶紫下来赶紫下来 不好意思 兄弟 你们多包含包含 这不是小广告 是救我女儿命的 你只要找到这个人 我女儿就有救了 学校不让听下个课 这可不是 这得许不大都 这不是小广告 你别死 喂 博士 好好好 我马上到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你 林师傅 队长 您大事这么做 也是召集闺女的安危 这有情可原 有什么不对啊 大家还得多担待 队长 您 听听大妈怎么说 学校找不到 警察也找不到 只能这么干 为了女儿 我也只能这么干 可保安不让听 你们说 我能往哪儿听 云婶 您的心情 我们理解 可这事啊 咱们不能这么干 你看 这差点就给我们 把我倒网了 你们要相信我们大家 我们也在尽心尽力地 征破案件 我们会给你们 最大的帮助 你们不知道啊 云洁 不是我的亲闺女 是我们领养的 云师傅 云洁不是你们亲身闺女 是我们从儿童福利院 领养的 可她确实 比我们心鬼女还近了 长官 长官 明镜 共云洁 云洁 除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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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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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队长 你可为我们做主啊 一定要抓住那该死的凶手 唐队长 唐队长 她到底是不是我们家女儿你说一句话呀你 只要等DNA鉴定结论出来以后才能确定 我们得去你家提取云杰的DNA样本 这需要时间 是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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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不是雲杰 雲杰还活着呢 队长 那孤独的小孩 为什么没有再上邂逅应用 因为雲杰还在他手里 他还没玩够 他还在留着他 我对你这么好 你还骗我 你不是说你不逃走吗 你不是抑郁症 你是心理变态 你需要的不是妈妈 是心理医生 对 我就是心理变态 但我这么爱你 你还欺骗我 你还骂我 晚上送你走 我在我做的事 他没必要解释 我才是什么事 我才是 dimension了 我才是心理变态 我才是心理变态 我才可以 我才是心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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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队 有线索了 快说 刚才 我去调警方资料 遇到两个交警 说是有天晚上 他们执行茶酒驾的任务 见过咱们协助通报上的这个人 还有云洁 有警戒 若是和咱们这个模拟画像差不多 就要陈家政 加成入股游泳 结合队伍 立即出发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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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动 出队 出队 队长 队长 找着了吗 你怎么跟来了 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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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救我 救我阿姨 救我 喂 我哥 他不是云姐 云姐 喂 云 队长 我闺女的 我闺女的 8月20交区号 赶快查这号码 是 出发 队长 带我去吧 你带我去 我让你带我去 不 我让你带我去 我让我去 闪车 这是你自找的 你不要认识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真有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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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没有了 我现在没有了 你知道啥多少人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们和你一样 他们和你一样 都要长成的头发 在杀他们之前 我也很难受 谁让他们不是我妈妈 但你不一样 我要把你留在这儿 你死也要留在这儿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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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事儿让昏迷 赶紧上车 送医院 是 集合队伍 西山方向 西山 刚才有目击者 发现有一可疑男子 从小白部 向西山方向走了 所有人集合 西山方向移动 五人一组 奔斗行动 发现目标 立即抓 是 他们跟我来 快走 我手流血了 我特别怨 放心 死不了 我现在也不会让你死的 走 长队 厂房里有间屋子 屋子有个脸盘没有血 我已经对他拿去化验了 让他找到这个包 我已经找到了 那康队 这 我看 这不是我闺女的 统治大伙 翻车去找 地台是搜索 一定要把人给我找到 注意彼此联络 是 是 老爷子 我们去找云杰 你就带在这别动 我 我先去 不行 非常的危险 你要相信我们警察 一在这 不要轻举妄动 我 我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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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怎么跟那些警察互 他们会以为 我往林的深处跑 我偏步 我就在这附近撞摇 这叫逆向思维 我真是个优秀的混蛋 对 这边没有 这边林子太大了 怎么人手不够啊 我们几个是从那边废弃工厂锁过来的 从那边吗 对 回去再看看 一定要仔细 是 这走不动 走不动我是吗 走不动我是吗 我给你想个办法 一倒下去 热血奔油 你 就可以安息在这边美丽的林子里了 我呢 我就可以一个也冒明天涯 怎么样 我这个办法好了吗 小小活命 就得听我的 走 走 你干嘛 你想拖延时间 我告诉你 你游戏还没结束吗 你还真行 能把警察给我找来 我喜欢 自己 走 快给我走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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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到底是哪儿 快走 各组注意 向西北方向靠楼 是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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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你女儿死在这片美丽的林子里 把人放了 把人放了 我要是不放哪 小子 你现在在实施犯罪 作为警察我命令你 立即停止你的犯罪行为 警察是吗 再来比一比 感谢你称快 快救我教武团 你别动 爸爸 你们 把枪都放下 小子就杀了他 对了 再下去 把枪放下 把枪都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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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聊聊吧 说说 有什么要求 我没要求 没要求为什么要绑架云杰 玩啊 就为了玩啊 对 就为了玩 行 那再换个玩法 我过去 你把云杰放了 我给你当人质 咱们俩好好玩玩 你当我傻呀 你当我傻呀 请你冷静 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可是你的聪明 没有用在正道上 别跟我说什么正道 什么正邪之分 我更为不相信这一切 那咱们就说一下事实 三起杀人 受害者 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大学生 时间跨度三个月 都是你干的吧 对 对 对 都是我干的 今天消失第三了 你们让我出去 小白 小白 你让他一直流血 让他死在你们面前 我在你面前杀人 你是不是还没面子 你可以把我给抓住 不过 是在我把他杀死之后 你以这么高的智商 我不能说你不懂法吧 我懂 四岁 你既然知道 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为什么还要这样干 四岁 过瘾呢 怎么样 我能回答你满意的 包围队长 聚水就位 小子 听我说一句 回头吧 别总想着自己 我不想着自己 谁想着我 没有人会想着我 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都没有 都没有 父母怎么能没有呢 因为都让我给杀了 我伪造的事故 我真是太造名了 我真是太造名了 杀不尽谷 自古都是大逆不道 你就不怕遭天谦 父母 你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吗 你不知道 他们死有一辜 他们死有一辜 可云杰是无辜的 那几个被你杀的女大学生 也是无辜的 每个人生起来都有罪 都有罪 无论是自己的亲戚 朋友 还是家人 林杰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辜罪 你是不是 脸是跟我一样 都是孤单的 不是的 我和你不一样 我有爱 你没有 你有爱 你没有 你父母 不是你亲生的父母 你跟我一样都是孤单的 不是的 虽然我的父母 不是我亲生的父母 可是他们比我亲生父母 对我的爱还深处 可是你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 就在今天 就在这个美丽的园子里 结束这一切 爸 我想回家 接下来我们要梳理一下这集故事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陈家政杀害女大学生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故意杀人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疾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机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机徒刑 而陈家政在劫持云杰与警方对峙的时候 使云杰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九条第六款的规定 实施凶杀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 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 经警告武校可以使用武器 陈家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云杰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那张鸭的他喘不上气的所谓的亲子鉴定 现在已经母族群众 云杰真正明白的是一个字 那就是爱 他的养父母给予他的那份关爱 那份呵护支撑他战胜了恐惧 让他和陈家政周旋到了最后 云杰现在才真正的明白 这种家人之间的爱 早已经超越了血缘的界限 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抹去 也无法替代 故事讲完了 云杰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他很聪明 而且很幸运 但是令人扼腕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离家出走导致悲剧发生的新闻 绿箭不鲜 而导火箭往往是小的 不能再小的一些事情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是巨大的伤害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的内心要强大一些 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 社交网络 社交软件 虽然极大的改变了我们交友的方式 使得我们交友越来越方便了 可是在它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这种新型的人际交往的方式 往往也会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 所以我们也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在网络上面也要区分陌生人 一句话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同样也适用于网络世界 网络会根到底是一种虚拟的社区 它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 你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蕾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